大家好 今星期港股除了第一天之外 其他人都比較強 在今星期初結算過後 港股跌穿了11月的上升通道 即10天線位置 一跌跌到20天線 但20天線近期可以供給一個比較好的支撐點 所以接下來的港股還有機會慢慢浮上27,000樓上 27,000樓上接近27,200 如果看整個港股拉遠一點 由100年高位約33,000樓下降 其實有一個下降的通道 所以接近27,200 這個位置要比較好的消息才有突破 但當然市場在未來的時間都是整固格局為主 因為下面支持位置接近20天線 接近26,400 而上面是7,200至27,300 但比較擇幅 為何中美關係都會對市場或影響之外 我們股市的表現都很重要 而近期來說當然大家關注新股會動身上 因為近期很多新股陸續在這裏上市或招股 這一點都會繼續吸走市場關注力或資金 而大家之前最愛炒的ATMXJ也好 近期其實都是個別發展 我想累計了 這個SATA今年也升了一段頗長時間 現在來說大家炒疫療的時間 可能資金會慢慢移到傳統經濟股份身上 所以一些新經濟股暫時動力的確比較缺乏 反而傳統經濟股份上次也和大家分享過 一些內銀都炒了一輪上來 可能這些位置會慢速一點 但是航空股或本港的零售 本地的一些收租股份 金國日表現上都比較理想 因為大家憧憬有疫苗的一個倒臨 當然本港未有這麼快看到 但英國下星期就會有這個疫苗出現 所以疫苗方面本港方面 未來兩個月左右開始會有比較多消息 到傳統的餐飲零售或收租股份 其實表現都有機會追到落後上去